据彭博社7月1日报道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联合主席爱丽丝 魏德尔说 玛丽纳勒庞领导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的胜利 是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据报道 魏德尔当地时间6月30日 在德国西部城市埃森举行的选择党党代会间隙 告诉彭博社 他怀着钦佩和尊敬的心结 看待法国的选举结果 我认为 玛丽纳勒庞能够取得如此好的结果 真是太好了 当然 这也是德国选择党的榜样 在6月29日至30日举行的党代会上 选择党现任联合主席魏德尔和克鲁帕拉以高票 获得联任 魏德尔当选后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称 他承认选择党与国民联盟之间 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 但他仍希望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 取得决定性胜利 报道指出 过去几个月 德国选择党遭遇了一系列丑闻 这损害了其在欧洲的声誉 破坏了该党 与那些本应是其天然盟友的欧洲其他极右翼政党的关系 尤其是自5月下雪 国民联盟公开宣布与德国选择党决裂后 魏德尔和勒庞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此事起因是 德国选择党的欧洲议会选举主要候选员 马克·西米·利利安 克朗5月18日 接受意大利共和报访问时 为纳粹党卫军开吐 称党卫军中罪犯的比例肯定很高 但党卫军不全是罪犯 引发争议 尽管勒庞早因德国选择党在驱逐移民这一问题上的右倾态度 有所不满 但这次风波是导致两党决裂的决定性因素 此后 德国选择党很快将 克拉提出联邦委员会 并禁止他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造势活动 已经是止损 但在国民联盟和意大利联盟党的推动下 欧洲议会极右翼党团身在与民主 5月23日宣布开除德国选择党 该党9名议员均从党团中被驱逐 彭博社说 这令选择党在欧洲议会中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6月30日 魏德尔承认 党卫队事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任稻草 对我们党的失望情绪太大 克鲁帕拉则表示 未来该党必须更加仔细地审视其候选人 偶尔扩斥了有关该党移民政策过于激进的说法 在我们党的纲领中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他称 国民联盟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 事实上比我们严格的多 乐邦本人也提到过这一点